整個安排好之後就像這樣子 藍色的線走最下面 所以我們這樣看過去的話 從正下方看過去的話 不能卡到任何電線 不能卡到任何電線 然後 正電是走最下方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負極 負極的電磁線 從這邊照出來 這是負極的電磁線 所以從這邊這樣照 也不能卡到任何電磁線 最後才是負極的負極線拉到任何電磁線 這樣是最短的距離 正極的話就很簡單 就直接這樣拉出來 跟這邊的線是差不多一樣長就可以了 進行到這邊的話 我們基本上已經完成一半了 另外那一半就是 這邊就有提到了 我們這邊總共有 這邊有 一二三四 這邊有 一二三四 這邊有四個凸點 這四個凸點剛好都會插在我們這個電磁 這邊 它這些勾槽上面 所以這樣一插下去 我們的電線就破皮 然後就短霧了 所以 這邊呢 全部都要消掉 全部都要消掉 那 消到什麼地方呢 基本上的話他們這邊都會有一個 接縫 這邊有個接縫 我們從這邊接縫切 就是一路切切到這接縫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我們 這個電線有 有一段那個斷差 電線這邊有一個高度在 這邊有一個 比較浮起來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的方法就是 往裡面切 往這邊切切到這邊 這邊 全部都要切掉 這邊全部都要切掉 這邊的點 我已經消掉了 我們消到就是 稍微 稍微比這個還在低一點點 比旁邊這個盾在低一點點 這邊一支 然後這支的話是完全磨平了 這邊原本有一支我們是完全磨平掉 然後這支我們也一樣是 消掉 消掉 總共一二三四 這支是完全消失了 這支完全消失了 首先我們剛才有做一個修改的 這個彈簧的部分 這支可以先放上來 確定一下它並沒有去 乾涉 它沒有去乾涉 好這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我們要放的是 像這樣子 這是板機的部分 裝這邊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把上面那個 微動開關給撞壞掉了 然後我們這樣稍微試一下看有沒有卡到任何的電線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卡到任何電線 那如果沒有卡到任何電線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裝下一步 接下來是我們的 大盤 主要這個大盤先裝上去 這個尺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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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敲板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完整的去做動 然後不會去 卡到任何東西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 比較複雜的地方 比較複雜的地方 這個尺要稍微把它離合一下 我們試轉一下 稍微試轉一下 然後接下來把這個殼 給蓋上去 那蓋上去的時候呢 這邊要 這個要往裡面收 把這個要往裡面收 這個離合的部分要往裡面收 這邊比較複雜 基本上的話 稍微要有一點點的 技巧 卡住了 整個蓋上去 然後我們稍微試轉一下 聽這聲音是對的 然後 沒有卡那東西 然後板機也沒卡到 這邊這顆螺絲如果裝太緊的話,它會沒辦法跳 基本上有鎖緊就可以了 這顆螺絲就不會動了,稍微放鬆一點點 太緊了,放鬆一點點 確保這個螺絲如果鎖太緊的話,這個可能會整個都變形了 這邊稍微試一下,沒有問題,這樣可以釋放 這個螺絲可以釋放得掉,這樣可以這樣旋轉 看我這樣鎖好像不是很好鎖,是因為我是新手 如果對於老手而言,這些都不是問題 我必須講,這些都不是問題 裝上去 然後這個Safe基本上要有作用 Safe是有作用的 這邊我們原本的這個小彈簧要放上去 這彈簧很小,不要把它噴 這很容易一下就噴不見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樣就算是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做配線的動作 我們這邊都完成之後,我們要開始把這些線夾上去 包含這邊電線的部分,我們要重新配電啊,做什麼啦 這些全部都要重來 好,一樣剛才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把這個線重新放上去 那這個的話呢,基本上是摺一個90度 因為我們那個頭是90度 因為是直的,那我們要這樣擦比較好擦 摺一個90度,然後把它放上去 然後這邊有兩個臀 這邊有兩個臀,要小心一點,不要把那個弄壞了 不要去插到電線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 靠上來 好,鎖緊 那這樣我們把馬達整個裝進去之後呢 我們後面剩下這邊 等一下我們可以先這樣子去試試看 我們這樣電控好不好 因為這樣的話,馬達的阻力會比較小 如果你一開始去拉彈簧的話 可能就把我們電控板整個都燒掉了 後面再來一條線 線還有電源線的部分 我們還得再把它接上去 這邊把它接,把這個接起來 這邊線也接好了 因為藍色的,這邊就不多說了 藍色的線跟紅色的線搭在一起 跟原本說明書 說明書上面所做的 這說明書上面所做的 一模一樣 但是喔 因為我現在一時找不到那個保險絲 沒有保險絲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那我們 首次上電 這只能講說 沒有問題 隨時要可以拔掉 然後先確認一下 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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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問題 OK 喔!有震動 沒有冒煙也沒有燒掉 我們試試看 勾板機 喔!有!有!有! 有!有! OK 好!這是連發 至少我們證明我們的 電控是沒有問題的 電控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要把整個 槍組合回去 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